Hello,大家好,我是Jeffrey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又来带着大家走进我们这次拍摄的片场 让大家在片场中来去感受剧组的拍摄,剧组的生活 剧组如何去创作,如何去解决问题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在影片拍摄的现场 到底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拍摄节奏和流程 我想通过几个步骤啊,来把整个这个现场的拍摄啊 这个东西给大家分享出来 首先呢,第一个步骤或者是第一点 我想说的就是拍摄前期准备的材料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拍摄之前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包括剧本 你是不是对剧本的每一场戏这些内容表演的节奏,情绪,台词,熟练 包括分镜,就是你的机位啊,你的拍摄镜头 有哪些镜头,是不是非常的熟悉 那有时候啊,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但是大体上要非常非常的熟练 那这是我们在现场能够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内容 那么第二点啊,我们要说的就是你开始工作了 我觉得可以先啊,演员化妆 这是一个,首先会做的一个工作 但是呢,我们一般不会让演员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搞好 衣服啊,什么这个换就还是在现场,等等 如果有条件的话,现场如果有化妆,那会更好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先走完戏之后再化 那各个部门都可以根据走戏和走位的情况 来做一些准备和调整的工作 这样的话可能会效率更高 第三个步骤呢,这个时候啊 演员这个化妆 那么之前啊,其实导演和其他的部门 这个就可以和演员化妆啊 同时可以开始去做了 但是一般人可能没有那么早 可能会晚一点 因为演员化妆时间可能很长 一般人跟各个部门啊 都会去沟通一下 比如摄影,对吧 比如动作,大概什么,那个情况 比如美术啊,这个制景 或者是那个道具 那都准备好了没有 那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之后 那么下面第四个点 我们要做的就会让演员过来 演员这个时候 他的妆应该是没有化完的 或者是妆化完了 但是这个服装没有化完 就是可能他后面还有一些事要要做 但是不要等他全部做完 这个时候呢,就来走一下戏 走戏是干嘛呢 就是比如说可以待机,对吧 也有可能就是现场 主要看一下演员是从哪里走到哪里 中间这个台词怎么去说 表演大概是怎么样去做 把这整个戏啊,走一遍 呃,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有几点就是 第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导演 可以在待机的情况下 去看一下 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有没有问题 同时呢 各个部门这个时候都会看着现场 对吧,摄影师 对吧,美术道具 各个部门,对吧 都会在现场看着 为什么呢 因为一看完就知道 哦,等演员再去换衣服 或者是做最后的调整的时候 那他也许有调整的地方 比如说,哦,可能演员的身高 对吧,是高了 或者是矮了 那这个灯光 他可能把他灯的位置啊 这个光星 他可能会调一调 那比如说,哦,这个地方好像 演员走的时候啊 有一点这个地方好像被挡住了 比如说这个道具啊 或者是干嘛 就会把这个地方做一些调整 那么其他的这个部门 就可以根据这个走位来去做调整 那么接着 那么第五点 演员就可以啊 继续完成他的这个化妆工作 对吧 比如说他衣服没有换 或者干嘛 这个时候就可以再去做最后的一个调整 然后呢,其他的部门也可以根据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走息的情况 来做最后的一些调整 因为一切准备就位了之后 演员再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拍 那么最忌讳的这个是什么呢 就拍摄现场 就是等演员过来了 结果呢 各个部门又不断的调 因为这样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一个体现 尤其你的演员 可能有一些还是比较有一点弯 或者怎么知道的演员 你就让他站在那调半天光啊 或调半天灯 这肯定不行 一般而言会有个光剔 或者是根据刚才走位的这个情况 就基本上可以 在最后演员换衣服的时候 就把它调整好 那么一切准备好了之后 那么下面就可以请演员来 那么就是我们的第六个步骤了 这个步骤呢 演员请到现场 其他各部门就位 然后我们就可以实际拍摄 关于这个实际拍摄呢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的这个拍摄的顺序啊 是一个非常依靠经验的 就这场戏你先拍什么 后拍什么 先拍哪一个镜头 那这都是需要先想清楚的 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 如何能够最有效 最少减少大家前后来来回折腾的时间 这个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你在拍的时候 肯定是一个面对吧 全部拍完 然后再去拍相对的另外一面 就不管是什么镜头 你把它拆分为两个part 第一部分你就拍前面这个 第二部分呢 你可以拍它背后的这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前后一换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灯光的工作量 特别大 那么我们肯定是会把一边的灯位 所有的镜头拍完 然后再掉过头来去拍另外一个灯位 这个中间演员呢 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然后呢 灯光就在这个地方去调整 灯光的位置 灯光的情况 然后等调整完了之后 演员再来 我们再拍 等把这个演员拍完之后 然后又可以让演员回去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比如说拍一些特写 比如说一些物件 一些东西的 对吧 还有可能就拍一些替身的一些动作 或者是拍替身的一些镜头 那这个地方拍完 这场戏就拍完 所以即便是拍摄 这个拍摄的顺序流程 也是要基心设计 绝对是不能现场 就是想到啊 这个地方我按照我的分镜 在这儿先拍个这儿 然后呢 再拍个那儿 你的分镜的顺序 也许不是现场最有效的一个顺序 所以一定要根据观察现场 就知道哦 这个地方 这个灯位的镜头 在这个方向我全部拍完 这个灯位的 哎 我全部拍完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灯位 或者怎么着 我全部拍完 然后完了之后 中间调整 演员可以休息 对吧 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去拍其他的一些镜头 所以这个在每一次拍摄前 就导演的脑子里面 一定是非常清楚 并且一定要跟摄影和执行导演 沟通的非常明确 好 那这个拍摄完了之后 就是第七个步骤了 第七个步骤呢 就是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要去拍其他的一些镜头 比如说一些没有人的 比如说一些特写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空镜 比如说一些气氛的东西 这个地方就在后面去拍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一定要做好统筹安排 好 这个完了之后呢 第八个就是 DIT现场一定要把这个素材 一般而言这个素材交接 都是要签字的 比如说摄影把这个素材给到了 这个DIT DIT整理完 把这个格式整理好 一定要去检查这些素材 有没有问题 焦点啊 拍摄的内容啊 等等 有时候啊 导演还会去看一下素材 看有没有缺的东西 一般而言在拍拼现场 还会有一个现场剪辑 呃 现场剪辑呢 就会去把今天拍的这个东西啊 呃 每一场的内容 就大体接上来 看到底能不能接上 或者是缺不缺镜头 缺不缺素材 等等那样的东西 好 那样出剪完 看完 如果 发现可能 哎 有缺的 或者有些镜头有问题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第九个步骤 啊 你要找时间 要么在第二天 或者当天或者什么招 一定要去找到相应的时间 有时候可能已经转场了 但是你要考虑 在别的场地 有没有可能 去补拍这些镜头 因为现场剪辑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帮你去判断 就是哪些镜头有问题 需要在现场去补 因为一旦这个拍摄结束 未来再去补拍 这个成本就会很高 就会很麻烦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么以上 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九个步骤的技术 就是我们在片场拍摄的时候 呃 常见的这个工作流程 但肯定是会有调整 因为剧组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会面临各种各样 不确定的变化和不确定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剧组人员 主创人员 导演都需要非常非常灵活的去 针对这些情况进行变通 对吧 虽然我们的流程是有一个流程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灵活的去变通 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 我们就会给大家去分享啊 我们的一些一些一些经验 就这次拍摄中 我们到底有哪些麻烦的东西啊 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 呃 突发的一些事情 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对吧 尤其在前期筹备 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那么并且呢 我们如何去呃 灵活的处理的啊 这个我们在呃 后面会给大家去慢慢的分享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了 那么在后面的拍摄过程中 我们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呢 那么欢迎大家来继续 关注我们后面的片场实拍的Vlog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呃 对其他的人有帮助 欢迎大家去转发这期节目和转发频道 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一键三连来支持我的节目 那么呃 我们下一次呢 和大家再进一步的去分享 好的 拜拜 拜拜